各位同学, 看看Cphysics, 94 年第25条 Visual following involves the application of initial statistics 哪些会用到静电的应用呢? 这些都是大家日常有没有看书的例子 有没有介绍的 第一个, Photocopier Photocopier, 这个是 Photocopier 影印机, 影印机原理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透过充电了你那张A4字 即是用你的原稿 然后就令到某些地方充电了,某些地方没充电 然后充电了的碳粉 滚过去的时候, 然后粘上你那张纸 才扣过正电的, 令到它粘上纸针的位置 然后我们才再令到它粘上纸 吃了上纸上纸, 用热力 这样就令到它不会跑掉了 所以这个是绝对用正电的方法 第二个, Precipitator in the chimney A cold fire power station 在一个烧煤的 发电厂 这里有个叫做Precipitator 这个是叫做过 过滤器 正电随层器 正电随层器 Electro Static Precipitator 最重要的就是靠静电 当然也是, 它也是在一些肺气 它穿过的时候, 会穿过一些网 其实就是去充电了一些 Dust particles 令到一些陈的 particles 充电了的时候 然后在周围两边 在烟通的周围 就会有另外一种充电 例如这个网 是negatively charged 接着Dust particles 穿过的时候 就会变成negative 然后 侧边的位置就是positive 那它这些陈就 被人吸在它旁边 那我们就可以脱走那些陈 令到排出来的肺气 就减少了污染物 这个就是 是其中一个application 第三 Randy Graft Generator Randy Graft Generator 那是什么呢, 它是产生静电的 就是透过 其实它里面 一条的 膠带 有个轮 然后就是靠 摩托在那条 转那条膠带 然后在里面就产生一些摩擦 去产生静电 所以它是不是 静电application 它就是靠摩擦产生静电 我们就用这个证电 去做一些失业 所以它是不是一种application 很难不是 就是产生了证电 我们就靠这些证电去做一些东西 所以它也是 ElectroStatic的application 现在靠摩擦 所以三个都是 所以答案是E 得一种分比 要是 我们的证电